一整天,普鲁布一刻也没有停息,他比以前还要热爱自己的工作,甚至忘了吃饭,也忘了午后甜点。 他忘了布朗姆先生,他换啊换,从啊图,当最后一片带斑点的云,在他热,云朵,云朵在他狂热的笔下完成时,他的灵感喷涌到了巅峰,今天的订单都完成了,塑形机也停止了运转。 工厂一下子安静了下来,普鲁布一,没有云朵,可化感到,而感到意,游未尽,此时铃声响,变了整个工厂,这意味着下班时间到了,他看着空空无野的机器, 机器,机器,难,难自语,没关系,明天还有机会,我还有一整个晚上的时间,用脑海里舞动的灵感来做实验呢, 可以把红色和蓝色混在一起,还可以把瓶子绿和牛尾巴中放在一起,脱鲁布脱掉,沾满颜料,像是一道七色彩虹的工作服, 接着他又穿上了他的外套,踏上了回家的路,在经过布朗姆先生办公室窗口时, 他本想进去看看他,告诉他今天发生的一切,不过普鲁布仔细想乐想绝, 的布朗姆先生是个大忙人,肯定有比接待他更重要的事情要做,大家都下班了, 而布朗姆先生还留在办公室里,这表明他事物繁忙,而且他肯定已经看到了那些, 那些彩色的云朵绝对看到了,如果他这一天都没有说什么,那肯定是有原因的, 他肯定在调查彩色云朵的反响,或是在研究颜料的问题, 布朗姆先生是个很不错的人,是领导,是发号施令的人,没想到这儿, 土鲁布没有进去转过身向家的方向走去,心中充益着色彩, 就像画家一样,调色版一样, 画家的调色版一样,他的激情在未来那最巨大的画布在前澎湃着, 那是他生命中新的红图,普鲁布眼中原本只有黑白的世界, 没想到世界充满了颜色,色彩, 那些房子,汽车,衣服,小草,草,树,山,傍晚,色彩,还是色彩, 一切都是如此美妙, 即使